因为上一星期我们确实提到这个黄金的这个价值 那现在黄金的机会呢已经开始涨到高点了 就贵金属啊白银啊还有很大的机会 也希望大家这次呢看到曙光不要放过机会 大家好欢迎来到瑞士平 本期的金融节目呢 我们还是跟郭院长一起聊一下当前的金融形势 郭院长您好 在那边您好 对我们知道这星期发生了好多事情 中美关系也是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 那您能给简单的分析一下过去这一周发生的一些事情吗 过去一周在事件上呢 我们看到中美双方特别是中国籍的这些投资人呢 都特别关注到中美双方的关系问题 双方互关领事馆的事件呢 也是引发了一些很多这种媒体上的争议 还有包括投资人的关注 我们注意市场当中 其实目前呢这个事件呢 给市场当中提供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那目前我们在之前说过 市场当中的引导性因素里有几个 一个美联储它的影响的因素 一个是疫情的影响力 那么如果在目前的状况的话呢 可以说是市场更加的复杂 增加了中美关系之间的影响力 所以受到这样的影响呢 我们看到无论是黄金的价格 还是美股的价格 还有比特币这些虚拟产品的价格 都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在上一周 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呢 所以说您现在对投资人来讲 有没有一些应急的措施呢 这个不确定性呢 从两个角度上来看 第一个是对国际这个政治形式里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对于经济上来说 特别是对于交易者来说 这些不确定性呢 其实是带来了一些 相对确定性的交易的机会 和盈利的机会 也就是说本身交易就是在 这种不确定性当中 寻找确定的盈利机会的 比如我们拿最为直接的来说 当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 黄金在上一周里走出了 非常大的涨幅 从大致是1700美金每盎司 一路飙升到1900甚至1900以上 这是过去大致是从金融危机之后的 历史的最高点 那受此影响了白银的价格 也是大幅的飙涨 那与白银相关的股票 比如说像美国的AG 像几个生产白银的这些公司 生产黄金的公司的股票 也就出现了非常大的涨幅 这些其实都是在不确定性当中 出现的比较确定性的盈利机会 因为上一期我们俩节目中 郭院长也提到了黄金的这个投资 黄金的价格在目前的主要由美元来决定 那在疫情爆发之后 美联储不断向市场去注入流动性 注入这种美元 使得美元价值下跌 黄金价值上涨 所以我一般性来说 我说买入黄金是不错的一个想法 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买一块金砖 或者买一个 放在哪里 摆在什么位置 所以我自己投资黄金的时候 我是通过交易上来去购买黄金 去购买这个交易 商所提供的交易当中的黄金 会更理想 安全度其实是更高的 所以说关注我们的节目 还是非常容易能赚到钱的 那另外这个黄金这个 我特别感兴趣 就是也好像是美国这边 除了黄金这个涨幅这么大之外呢 另外美国这边也有一些硬币的短缺 那这两个之间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还是说完全是两回事 詹尼佛您指的这个硬币的短缺 是指的这种流通方面的硬币吗 是的 因为最近这两个星期以来 美国这个可能是消费市场不够活跃吧 大家都在网上购物什么的 美国的这个硬币 就是这个分币 特别的短缺 然后甚至有一些商店也开始征收这个 叫change shortage 这个税 我不太知道 也开始加一点这个钱 所以我就想说 是不是就是硬通货 现在都是告急啊 还是怎么样 一般现在来说的硬通货 是会有告急的 就是在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或者有可能发生的时候 这些具有这种硬通货意义的这种产品呢 往往都会受到市场的追捧 比如说我们看到 一般情况下的美元 日币瑞士法郎 都是在这个市场当中 我们把它叫做硬通货 那在风险来临的时候 这些产品呢 都是会比较比较强势的 比较会受到投资人的追捧的 他们都是在风险来临的时候 都是有比较强的避险作用的 那么避险作用最强的还是还是黄金 当然在美国当地可能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硬币暖缺啊等等 那就我觉得就拿我常规的经验来说呢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流通普畅的这种状况 但是作为世界第一的这种 这种控制金融的这种机构 就是美联储来说的话 它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些硬币的短缺 我觉得不是一个长期 不太容易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好 那我们相对于这个黄金的这方面的 你有一些什么建议呢 比如说黄金投资啊 还有一些散户啊 比如说有一些人 当然这是一个机会了 有一些人上未入市 或者是还没有开始进行这方面投资 你有些什么比较初步的建议吗 我给投资人的建议 可能就是多去关注我们的栏目 多去关注我们的学院 因为这个机会是出现在上周的 上周我们跟投资人讲过说 在这种疫情和不确定性的下面呢 黄金非常有可能走大幅的上涨 当时我也准备去做一期讲座 叫做黄金美股A股 谁是下一个飞天茅台 没想到这个讲座刚刚出来 讲座还没有进行 这个活动还没有进行 黄金已经走了 所以这次机会实际上是已经过去了 它就发生在上一周非常短暂的一周里边 但是行情走得非常大 它从1700走到1900 甚至说达到了一个历史记录的 这个就是最近十年来历史记录的收还价高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一波机会可能过去了 那么鱼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看到黄金已经涨到非常高的高点了 那白银呢现在还是处在22到24这个历史高点在50嘛 它的22到24还是一个中断的位置 所以投资人可以去多关注一下这些贵金属的产品 寻找到一些低价的高价值的这些产品 作为这个中长线的投资机会了 是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能够认真的听到我们郭院长的话 因为上一星期我们确实提到这个黄金的这个价值 而且是上一周一 如果它开始的话也是来得及的 那现在黄金的机会呢已经开始涨到高点了 那刚才郭院长说到是我们这个贵金属啊白银呢 还有很大的机会 也希望大家这一次呢看到曙光不要放过机会啊 另外呢也是密切地跟踪我们这个KTA学院的一些讲座 因为在这里边时间长了哈 对这个市场的敏锐性我相信就会有些提升 接下来这一周呢 郭院长您有什么如果中美局势再有什么变局的话 或者是有其他的变动疫情不见好转的话 那您有什么其他的预测或者是建议吗 我首先先说明一下在这个里边呢 因为我是专业的交易者嘛 不一定能够确保所有的投资人都是专业的交易者 如果您有各自的问题的话可以单独询问 一般性的建议啊 我说做一些一般性的建议 那我们目前看到在现在的时候呢 纳斯达克100的这个指数呢 在最近的高位震荡 很多股市在之前的时候呢 有一非常大的一波上涨 那在下周的时候是否能够在这个 10400点这个关键的关卡价位 能够有效的支撑呢 其实是一个看点 那如果这个支撑跌破了 可能会形成一波向下运行的调整行情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会注意到在上周的时候 中概股在之前大幅调整之后呢 现在来到了15000点 有可能会出现一波这个上涨的行情 所以在投资人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关注到这些股票 那另外还有就是在交易当中呢 我们看到银行股 特别是我们看到巴菲特老爷爷呢 已经入手了BAC 这个Bank of America 那这支股票观测到 它还是处在一个低位 当然我们在相信巴菲特老爷爷 这个长线投资能力的时候呢 各位投资人也可以去跟着去 来去尝试一些这些交易 当然你一定要注意 巴菲特是做非常长线投资的 如果你想短线的快进快出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关注 关注他的这种交易的这种手法了 那另外在下一周 我觉得一些低价格高价值的这些股票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投资价值的 那比如说我一直给投资人去推荐的 就是比如说像波音 然后还有像迪斯尼 这些非常强大的公司的话 它如果有低价的话 可以去入手去持有一些 当然节奏感还是中间最重要的东西了 因为交易本身或者说市场本身 它每天都是在这种千变万化当中 投资人在持续的关注当中 特别是我希望是 投资人如果自己跟着这个节目 或者跟着我们学院 能够扎扎实实地在口袋中赚到钱 看到这个本金增长的话 你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交易的兴趣 那我自己的是一个十多年的这个交易者 我对交易的兴趣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来源于两点 一个就是本身交易是我喜欢的 第二个就是交易当中能够产生巨大的这种财富了 所以如果投资人能够在中间跟着我们这个栏目去赚到钱的话 那他的兴趣会越来越高 性感会越来越高 也就达成了我们这个节目的目标了 是的 这个非常好 我也特别同意 尤其现在疫情期间 大家春天也不方便 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和投资 静下心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市场的动荡呢 也是就像我们官员长说的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机会 就看你看到曙光能不能抓得住了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也可以去关注我们KTHN的网站 或者是他们的微信群 再详细的去请教我们官员长 那官员长谢谢了 再见 好的 再见 好的 再见